虽然不少的旅游业者和商家 期待迎接中国旅客来到本地 不过中国疫情依然是不断的恶化 入境旅游协会今天就促请政府 恢复之前落实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收紧边境管制 筛减各个游客 而旅游业者则准备遵循当局的规定 在保障国人安全健康的情况下 迎接访客大军 入境旅游协会主席 乌在迪今早在旅游业准备重新迎接 中国访客为主题的记者会上表明 虽然民众必须学习和病毒共存 不过他还是希望当局可以效仿 美国或日本等国加强防疫措施 要求中国入境旅客必须做检测 旅游业者也将持续聆听 来自卫生部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专家意见 调整防疫指南 乌在迪强调疫情视察工作 还有疫情的观察工作 不仅限于中国 还涉及包括印度在内疫情反弹的国家 感谢您的观察